我想拜登这一次真的 这一次的外交之行 有一点超乎他的体力负荷 看他讲话有一点有气无力的 所以大概我想他会继续 有很多话会被媒体拿出来做文章的 他现在在国内的情况是真的是蛮糟的 而且美国现在有一些议题被掀出来 有两个很有争议性的议题 一个是枪支管制的议题 一个就是堕胎的问题 我想现在美国社会可能就是说 会变成好恶分明 黑白对立 这样是两元性的对立 所以我想对于拜登 有人说是有利有人是不利 因为很多就会针对他 不喜欢他的论述 不喜欢他主张的人会他越来越不能接受 更何况他在美国在面临 很多内政的严重挑战的时候 他一直都在国外 这个对美国民众来讲的话 是在此时此刻对他不会有好的评价的 因为在美国的很多选举里面 重要的选举里面 其实很多次的民调都很明确的显示 真正美国选民关切是国内的议题 尤其是经济相关的议题 外交议题的话 对美国民众来讲 在投票的时候 那个所占的考虑比例一直都很低的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拜登应该是站在美国 在美国面临 一起来对抗美国面临经济 这个非常 数十年来最大一次挑战 可是他一直在国外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媒体对他的报道 第一个不多 第二个很多报道也都是负面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环境之下 另外一个就是说 现在这一次的 很多的这些G7的 我看了他们的联合公报 很多事情我觉得就是说 他们可能这些国家 现在没有办法意识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G7的时代已经过了 也就是说 如果G7还像上个世纪 70年代 60年代 甚至80年代 他们坐在一起 就可以把世界的事情 把它摆定的话 那么就不会有G20了 G20意思就是说 G7的实力已经不够了 所以要谈全球性的议题的时候 他们这七个国家 是没有足够的物质力量 那更相对的 他的精神的力量 道德的力量 现在又很破碎 对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他们通过了很多这些决议 现在看起来 你会觉得很好笑 比如说这次他们 这次决议里面 他说 我们要确保能源的供应 那请问一下 他们做得到吗 现在这里面 能够确保能源供应的 大概只有美国 美国是能源自给自主 其他里面的六个国家 通通能源不能够自己确保 连美国出手也救不了他 他们的能源 事实上都依赖 第一个沙拉尼阿拉伯 第二个依赖俄罗斯 现在情况 他说他们要确保的能源供应 我们就觉得 你如果能确保能源供应的话 那你们为什么被能源的问题 今天搞的这个整个 自己的国家 搞的这个怎么 就是有一点灰头土脸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就是说 已经过了时代 另外一个就是说 要遏止 这个物价的上涨 那如果他们能够遏止 物价的上涨的话 那为什么 英国的物价 要涨到 它的那个消费者指数 几乎到9 美国的消费者指数 也一直往上走 这些国家都是控制不了物价 自己国内物价 然后共同来开会 说他们要来遏制物价 你觉得不是很好笑吗 真正要能够解决这两个问题 很多都没有来参加这个会议 所以这个会议基本上就表示 这七个国家 这个俱乐部 已经忘记自己的实力了 还在把自己的 这些思维放在上个世纪90年代 现在已经是21世纪20年代 他们如果没有G7里面 几个其他大国跟他们 G20里面几个其他大国 跟他们合作的话 他们做这个决议 只能说自己觉得很高兴 可是执行或者说执行的效果 根本是 根本是我觉得是 不太可能有成效的 太平洋岛国论盘 它是一个建立已经 漫多年的一个区域组织 它一共有18个成员 这18个成员里面 就包括澳洲和纽西兰 所以这个是一个既有的机制 他们常常也有很多的 各种类型的活动 也组织年会 那就是说这种论坛 今年会比较大家关注一点的原因 就是说因为中国大陆 这个跟这个尤其是这个王毅 上个月 上两个月去这个南泰岛国 在短暂时间访问了很多的 十个国家 那么一阵外交的这个攻势 让美国跟这个澳洲 做了很多的回应 也做了很多的检讨 好像认为他们自己的这个地盘 被中国大陆这个长驱植入 所以大家就开始注重这一块 这一块的发展 其实就这一个地区的主要的 真正的岛屿国家 太平洋岛屿国家来而言的话 他们真正是希望受到外界的重视 他们并不希望被外界完全忽视 那过去因为就是说 只有美国澳洲在这个地方 等于说活动 别的地方主要的这个大国 都很少到这个地方来 日本虽然有 可是日本不多 那所以就是说 事实上这些国家 事实上有种某种程度上 是被忽略了 被忽略以至于 他们要争取各种经济发展 或者说国内建设的援助的时候 事实上美国跟澳洲 都没有很积极的回应 那倒是中国大陆最近几年 进入这个南泰以后 给南泰国家 很多这个实际的经济援助 还有很多实际的这种发展的援助 而且跟中国大陆之间的 这些很多南泰岛 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 经贸关系 发展得非常的快 所以这个地方现在就变成就是说 这两年会变成很多关心 国际政治发展的一个关注的一个点 不过整体来说的话 我认为不会有大的变化 因为虽然就是说 中国大陆的量进去 美国要回到这个区域来 我想都需要时间的演变 最后谁在这个区域里面有比较大的影响力 还是看是中国大陆的 在这边下的资本比较多 投资比较多 还是美国跟澳洲相对的给予更多的投资 不过整个来讲的话 南泰岛国是欢迎 有各种区域外的大国 进入到他们区域 主要是要协助他们经济的发展 对 大陆是这样 大陆有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市场 而且还在继续的在扩大 所以你今天你要发展经济的话 你光有科技 你光有制造能力 你没有市场也是空的 那你也可以说市场才是最主要 市场跟一片大地一样 这万物才能欣欣向荣 你这个跟土地一样 这个你没有土地的话 你搞了这么多科技 搞了这么商情 卖到哪里去 没有市场没有需求 那就没有制造 没有生产 所以在整个全球化竞争里 美国事实上现在在某一些部门里面 掌握了科技领先 也不是全方位的 他要用这些他的科技的 这些优势来跟大陆对抗 可是大陆市场是一个 对美国所有产品一个全方位的吸引力 而且也是美国很多产业发展 或者就是存在 不要说发展 存在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之一 没有了中国大陆市场 很多美国的厂商可能会慢慢 他在这个全球的竞争上面 就会节节败退 所以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忽视中国大陆这个市场的力量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现在美国看起来 使用了很多人为干预的手段 对 本来这个市场 全球化市场已经有它的这种 已经有它的什么呢 已经有它的这个一个平衡了 那也就全球化的运作 已经相当上轨道了 可是呢 现在美国用人为的方式来扭曲 扭曲的结果 是到美国的厂商受损 那另外一方面 中国大陆在科技上面的这些 这些怎么讲呢 突破也让美国也备受压力 比如说就像晶片来讲 虽然中国大陆现在在7奈米以下 7奈米跟7奈米以下的晶片制造 还没有办法量产 也还没有办法形成竞争力 可是14奈米 28奈米 甚至这些晶圆片 事实上中国大陆都进入量产 那这些晶圆片 说实话 你不需要7奈米 不需要5奈米 去制造什么 汽车用的 车用的这个晶片 车用晶片有14奈米 20奈米就足够了 所以在车用晶片这一块的话 中国大陆 因为它这个电动车是弯道超车 那去年中国大陆的这个汽车外销 全世界第二名 外销了200万台汽车 那也就象征中国的车 已经它尤其在这个电动车上 已经现在极具竞争力 有很多人讲说 未来电动车市场 全球车电动市场 只有两个国家 一个就是美国 一个就是中国大陆 那这些车上面使用的都是什么 都是这个 这个AI的产品 都是晶片 电子的产品 这一方面中国大陆 慢慢在改善 尤其华为我们刚刚提到的 是 华为在这个晶片上 它提到的所谓的 汽车核心技术的汽车部件供应商 华为就可能会扮演这个角色 对 所以